我这么公正的说法都容下我 你要讲什么东西啊 我从来不会针对你 小皮医院你说什么事情 你可以针对你的意见 对你的事件发表看法 你讲的不公道嘛 请问一下小皮医院 从以前到现在 我有主动攻击你说任何句话吗 我没有攻击你 你刚才是你还没有状态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既然马英九愿意跨出这一步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要给肯定 觉得这的确是一个 台湾社会开始和解的那个契机嘛 那其实我也觉得说 我对于匾家过去 他们家处理钱的方法 我的确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有一些做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可能是因为我身边亲朋好友 有过同样病例的关系 所以我会比较愿意用一个 病人的方式去看待陈生匾 好那既然现在已经走到 台湾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 陈生匾也已经回家了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大家在谈到过去匾团队执政的时候 就不要好像只有一件事 就是必案必案必案 A钱 A钱 就是是不是也可以给一些公平的评价 就是他的确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的确在施政的成绩上面 有一些还不错的 因为现在这六年 我们发现不对啊 好像皮肤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啊 满友的执政的确没有那么好 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该给人家的公道还是要还给人家 这个才是和解嘛 就不是说我只要谈到Mina 就是黑的不得了 就是贪污的不得了 整个八年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会A钱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 就好像马英九的执政 很差没错 这六年来 除了很差 还是很差 还是很差 可是他今天愿意跨出政治和解的第一步 我觉得这一点 绿营的朋友也应该要给予同样的肯定 这个东西才叫做和解嘛 所以两边 我觉得大家的争执 就是说 其实两边 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执政 总是会有一些 总是会有一些些善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把那个善的事情 都放在各自彼此的心中 而不要看到对方就只有 全部都只有恶 我觉得那个对于台湾的未来 持续要往前走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刚刚小平一起话 说这个马英九释放 或者让这个陈水扁保外就业 它可能是一种善意 总是善意 我们希望是一个善意 这善意可能基于这个过去的 对立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希望追求蓝绿和解 但是我们也担心 它会不会是一种政治算计 因为它可能是挽救他个人的 这个掉到悬崖之后的这个危险 挽救他个人仅存的声望 不然怎么会有很多蓝绿说 神水扁出来就是蓝绿堆立开始 神水扁出来 这个绿营穿着弹 神水扁出来有很多事情就会发生 神水扁出来就会去吹作一石风 一石春水 神水扁就是未来的政治核弹 我们很期待 我跟石崎 我跟柏龙鸭 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是推动蓝绿和解的一个新的起点 过去有很多这个蓝颖的立法院的同事 我跟他见面是完全不打伤口的 他反而来我就丢到旁边去 因为我觉得台湾刚刚欧崇信说的没有错 台湾人共同面对的这个魔咒 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个心结 共同来赦免这个魔咒 但是赦免魔咒 这魔咒是谁授予的 这魔咒是谁加在台湾人身上的 就是执政者 他没有办法去除这个心魔嘛 执政者如果心魔可以去除 他就不会有类似那种算计的说法 说神水扁出来就是蓝绿堆立的新的开始 神水扁是政治核弹 所以我觉得执政者应该更谦卑 跟人民对话 执政者应该有更大的这个哑量 去容许各种不同的声音 而不是党同法义 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时刻 所以我也跟这个过去没有讲话的 这个蓝颖的理由 我也开始讲话了 他的法案我也连署 讲三个字 讲三个字 谢谢你 你好吗 这起码我还会跟他问好 有一些法案我也希望共同来推动 比方说这个 我们希望说对军人能够更尊重 所以我们希望说军人是国家的支撑 是保家卫国 是国家的保 所以对军人也有更多的重视跟尊重 所以我跟其他国民党的军系立委 我们共同推动 九三军人节 这个把它定为国定加入 全民来共同来这个进军爱军 所以我自己从自己这两天的转变开始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小平凶 你也可以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当然 你觉得我是什么蓝 我该用什么方式思考 你觉得我讲的没有道理吗 我都说 我都说 我们也搞侵权政治 听我说委员 我都说我们搞侵权政治 贫富不均 年轻人跟中产阶级 我们政府甚至是加害人 不只辜负 你有听过中小平议员 蓝军以外任何人讲这个话吗 你们大家要讲道理 所以你是相对理性吗 你能问我讲的没有道理吗 我不是无欲称的论调 也不是我们就住 其实在和解的过程当中 激烈的沟通 有时候是必须的 而我们稍后就要回来看 因为我们见晓之大 其实有一些政治评论家 已经非常担心了 大家想要促成朝野和解 蓝绿和解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就卡在一些 好像讲不清楚的 比方说陈世平 到底有没有罪的 这个问题上面 反而造成了另外一个漩涡 我们稍后来 调听贫富大师的意见 好 感谢观看